還有過幾星期就到農曆新年 市面上已經有各式各樣的賀年物品售賣 有商戶表示 今年貨品的成本比去年貴 普遍都要加價 麥家豪講下 臨近過年 市面上開始有糖果 海味等這些過年必備的食品售賣 有不少市民都覺得 貨品比去年貴 應該是貴 各樣都貴 會照買的 是的 是的 貴了呢 貴了少少的了 但是都沒什麼所謂 過年過節 有售賣賀年食品的商戶說 普遍貨品都有不到一成的勝負 而目前生意只是一半 暫時來說 我比往年都不是那麼好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休息呢 老實 我希望過多幾天應該很少 鐵輝春是過年傳統習俗之一 有售賣輝春拜神用品的商戶說 今年的來貨價比往年貴 售價有一成的增幅 今年又比往年好少少 不過價錢就貴了一些 現在可能是市道 現在人們賺到錢 捨得消費 阮先生估計 今年生意額有兩到三成的增幅 我們電視台記者麥家豪報道